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歡迎回到台南帶路 用台南帶路 大家好我是阿波 今天我的位置就在嘉義火車站的前面 因為我買到一個好東西 就是這個 底嘉漫遊單車Pass 而且騎單車出來玩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就是動一動又可以多吃好幾間 今天我就騎上U-Bike 帶大家在嘉義暢遊兩天一夜 我們趕快去出車吧 Let's go 好第一站早餐呢 我們就來到小五妹的麻辣涼麵 在嘉義啊一定要吃一下他們的特色涼麵 加入白醋之後那個口感啊更加的神奇 而且這一家還有加入他特製的麻辣醬 真的是來嘉義必吃的涼麵 一定要來試試看 而且啊使用我們的單車Pass 還有想遊會喔 好啦我們就開動囉 好 底嘉漫遊單車Pass裡面還有介紹很多很多嘉義好玩的景點喔 像這個台灣花磚博物館 不僅記錄了台灣百年花磚的文化 更擁有全球數一數二的花磚收藏館場 除了了解歷史還能欣賞藝術 到嘉義不妨到這裡走走 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喔 到了午餐時間呢 我們來吃一下近期非常熱門的港式料理 這邊叫做嘉嘉差跡 看一下這個暗南香文飯 是不是彷彿回到了電影情節一般 如果你只想吃個小東西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菠蘿系列 除了有甜的之外 還有鹹的菠蘿 吃個小東西剛剛好 下午茶來到這家咖啡漫步 這間非常特別喔 他的老闆是香港人 可是他做的卻是日式的蛋糕跟咖啡 在這裡非常非常的愜意 整個環境非常的舒適 如果你是喜歡拍照的女孩們 記得一定要在這裡拍一些網美照 美美的回去 吃一下他的甜點 配一下咖啡 工作你的旅行 中繼站喔 工作你的旅行 中繼站喔 我中途買了好多麵包喔 沒想到在這本裡面啊 麵包店也有優惠 而且我看他在這裡 直接現場現做 我就直接進去買了 裡面的小姐跟我說 他們最厲害的 就是 法棍 還有他們的可頌 這間喔 聽說在嘉義 歐包也是非常的出名 大家有機會 可以來買買看 好啦 我們來到晚餐時間啦 你看到我們桌上已經滿滿滿一整桌了 這一家呢 是隱藏在嘉義鬧區的小店 它呢 有串燒 然後有主食 也有熱炒 然後吃巧吃飽 其實都非常OK啦 而且呢 你使用單車pass 還有享優惠喔 但是呢 我說真的 我每次出來旅行啊 都一定會 找個串燒店吃一下 因為串燒店就是 就能夠 讓大家這樣聊天打屁啊 熱絡一下人心 歌吃的 不是串燒 是一種儀式感 好啦 等一下吃完呢 我們就要回飯店去睡覺 繼續明天一整天的行程 對了 在這裡還要告訴大家 這個 底加漫遊單車pass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優質的住宿推薦 所以在這裡面啊 你可以去安心的挑選 好 那你們就慢慢看 我們list在這裡 那我去睡覺啦 明天見 大家早 第二天一大早呢 帶大家來吃一下 古早味的明目油飯 打開就有陣陣撲鼻的香氣耶 它上面啊 滿滿的配料 真的是讓人家看的心情就非常非常好啊 來嘉義呢 也可以來嘗試一下 這個古早味的好吃油飯喔 好接下來這家店非常的特別 你看一下我身後 已經五顏六色 你以為來到美術社對不對 沒有 這一家呢 其實是在賣麵的 而且它的店名就叫做 賣麵 它主打呢 就是健康滴娜的蔬果麵條 看一下 這些全部都是新鮮蔬果 進入到我們的麵條裡面 直接做出來的 健康好吃又有噱頭 自己吃或是馬回去送人 都非常非常的適合 有到嘉義的話 可以來走走看看喔 買完半首里之後呢 感覺又餓了 騎腳踏車真的非常非常容易餓 提到腳踏車呢 我們要提到這個單車Pass 它在裡面呢 連這種健康便當都有優惠耶 是不是看起來非常的清爽 份量非常的十足 等一下呢 吃一吃 我們趕快繼續上路 走笑的行程 好 依照我節省的個性呢 當然所有優惠就要直接把它用到底 我們來吃一下鮮果優格 平衡一下我們的腸胃啦 出來晚嘛對不對 我們吃了其他那些好吃的食物之外呢 我們要吃些健康的食物 看一下 裡面全部是新鮮的水果 而且還有自製的優格啊 自製的果醬 這個一定要把它吃爆 嗯 它優格 酸度適中 水果的甜味跟優格 mix在一起 好吃 這個我推推 最後呢我們來到這家啊 真的是隱藏版中的隱藏版啊 它就藏匿在市場當中 而且來到這裡啊 你一定要點它的這個肉桂捲 再搭配它的單品咖啡 這間呢它叫做奇幻咖啡 有機會到嘉義這裡試一試 非常非常有味道的一家店 而且啊 我們這兩天一夜就在這裡 要告一段落囉 這次呢我們使用了 底加漫遊單車pass 來嘉義玩的兩天一夜 非常非常的豐富 而且行程裡面啊 都是在這本手冊裡面 都可以查到詳細的資訊 還可以享有優惠 真是非常非常棒啊 所以呢 如果想要知道相關資訊的話 在我們的資訊欄 我都可以有完整的連結 還有所有的資訊 好啦那這一次非常開心 能夠在嘉義玩兩天一夜 你也跟著我一起 來暢遊嘉義單車之旅吧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